在看VCR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 这是今天TVBS的这个新闻 说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提供20到40岁新婚 或育有子女的家庭 购物优惠 房贷利率 不过有民众投诉 今年都已经过三分之一了 却迟迟没有公告办理 询问主管机关 竟然只消极回应 已经听到民众的声音了 他说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啊 没错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就是总统马英九 选前重要政见之一 也让民众质疑 怎么选后福利慢慢拖 反倒是油价抢先涨 他说有一个张小姐 他去买房 张小姐他去买房 张小姐买房了 张小姐说内政部网站 他就去上去看 他说每个月都公告 下个月要开始申请 二月公告三月 三月公告四月 四月又公告五月 所以他很大魔啦 然后他说民众说 优惠的政策速度都很缓慢 但是如果要涨价都很快 房仲业者陈泰元说 客户都会特别问说 这个青年房贷怎么还没下来啊 那青年房贷是最高可贷200万 前两年是零利率 根据内政部私下透露 行政院高层已经下了封口令 甚至叫营建署自己想办法原厂 营建署国宅组组长王安强说 不便对这个政策做说明 我们都了解民众的声音 有做反应了 不必逃逃逃逃民了啦 我跟你说 这不是用骗的吗 好 你是不是说年轻的 他会心服口服吗 不便他是不是会站出来呢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马总统的嘴脸 他今天去看这个八八风灾受灾户 人家做灯笼在买 他说你这个灯笼有没有改LED灯啊 来我们来看VC 马总统参观八八风灾重建成果 走到摊位上 看见精致的木头灯笼 特地停下脚步 拿起灯笼来欣赏 人不妨冒出了这句话 原住民富人被总统疑问非常紧张 直说有有会换掉 这样的对话看在原住民市议员的眼里 心里一阵心酸 算是啊 这本来就是失言啊 被人家辅导 他需要赚这一些钱 那他用最低的最廉价的东西 能够赚起一些利润 我想这个部分总统他难道不知道吗 是比较不恰当对啊 没有顾意到他们的经济情况 连民众也觉得马总统这样问 让在努力重建的受灾户们很受伤 因为实际比较普通灯泡一个十多元 和同瓦数的LED灯泡一笔 价格差了几十倍 受灾户做手工灯笼 赚取微薄利润 哪有能力换LED灯泡 他不是要教育我们吗 要把我们当人看啊 你可以把非洲当人看 却没有把台湾的人民 特别是台湾的原住民当人看 严许总统为了油电霜涨压力大 希望大家都换省电灯泡来省电 但是没看场合说话 无心却让人听了赏心 不许总统为灯泡 不许总统为了 很久你的好朋友 很多支持酒后公司的老板 工厂都生产LED灯 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个价钱 他问这个问题代表他的心态 他现在的心态 像是说这个电器给这关 我要怎么过 所以驚到哪里都想到 你有没有换LED灯啊 你的冷气开几度啊 你真的有关心原住民吗 他怎么不去讲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就不用讨好选民 人家就骗过了啊 是 博恩兄 这叫苦衷作乐啦 好多的原住民 那应该的 把马英雄说 总统你的声音我听到了 你想说 去年他去巴巴小林村去看 又说 你的家庭很漂亮 好像没什么 到一个房间窟 结果大家说 他就骗过了 总统你要标识说 你是省电达人吗 有这种总统就有个部署 刚才你看 你在念那些事 我爱情怎样 我在想到 来政部长将一化 现在在做行政医护衣党 花一百万悬赏 叫大家少年家来生孩子 那句话叫孩子是传家宝 我看大家都不记得吧 跟你说是头一个 要给你多少 是第二个第三个 他现在在做行政医护衣党 现在你们有收到吗 我叫一个看他们朋友说 还是四个了 描在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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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拼命还四个 说用分析付款 所以你看到这个 安心贷款 又去骗掉了 是 刚刚有一位朋友 他是新竹还是哪里 他说四个 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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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高压电电塔的拆卸 一支要一亿三千万 拆除 不是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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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析 是析 要一亿三千万 如果四支那多少 五一二千万 五一二 一支给我五百万 他就做 好 沒關係 这给大家做参考 事实如何 但是 我现在给大家看台电 这是我给罗书的委员 透过 这根据的是台电一百年度 预算书的灾路整理 一百年台电专案计划 投资总额修正前后金额对照 及明细表 说核四一号二号机组 追加一千零三十九亿 追加率是百分之六十一 领口发电厂追加 六十九亿 千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六百九十四亿 六百九十四亿 领口发电厂追加六百九十四亿 对吗 增加百分之八十三 追加百分之八十三 和平 这个电厂增加百分之十六 再增加百分之 追加百分之八十一 追加百分之九十四 追加百分之九十四 追加百分之五十六 追加百分之五十一 总共 他说追加是一千六百一十四亿 在这 我想请教一下蔡伟 有可能追加那么多钱 所以说要提检台电 叫经济部来做一个收拾 人家来提检台电 叫做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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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台电的整个经营阶层 现在被发现那么多弊端 包括采购煤矿的弊端 包括现在采购中油跟台素的柴油 都被人家发现说里面问题重重 大午说 买国营市的人买油 還要購買東西再貴 你就貸購買的油 還要比能源會公佈的 平均油價還要貴 這裡面問題重重 再來就是說 這個新建電廠機更新 它增加了1800多億 這個還不含何事 那它備載容量為什麼會 本來16 然後你備載容量到28 這裡面有好多的弊端跟浪費 都是要去體檢台電 那你體檢台電應該是什麼 現在的管理這些城堂都換掉 你會叫外面的會計師 或是專家的經理人 或是專家學者去做一個團隊 進去體檢 結果這個浪費的 它沒有包袱 它可以大刀闊斧 一行一行去蓋嘛 所以你說今天台電 你沒有去整頓 你沒有去肚子浪費 你沒有去處理你那些弊端 你如果就要從人民身上去提款 當然老百姓不接受 然後馬英九還一昧地站在 財團的身邊 一昧地站在這個資方的立場 沒有考慮到普遍半戒 這個追加 這個追加 這裡算1600幾億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搞錯了 因為這是第三期煤輪建造計畫 1800億 所以追加是總共 應該是1800億 1800億 因為這裡有1039億 沒有錯 結果追加694億 所以如果要把它加起來 追加到1800多億 對 沒有錯 我意思是說 其實如果他減一半 我們就不用去電梯了 請教徐老師 剛委員講說 要怎麼體檢來換管理階層 委員我真的講 我之前在節目講 只要做一件事 你跟民營電廠 買了1200多億 就不要買了 你不買我們就省1200多億 我們備載容量搞不好16%還夠 最重要的是什麼 台電管理階層 不用去那邊當肥貓 昨天你講 每個人一年拿多少錢 不是每個人 有人最高一年拿1000多萬 對啊 拿1000多萬 我的意思是說 林教授才提個案子說 以後這些台電高官 五年內不能轉任這些民營電廠 五年內 聽說陳桂民 他們董事長急得要死 我不太清楚是他想去 還是他旁邊那一群人 像都準備要去 因為我覺得台電就三塊而已 購煤 購電 還有什麼 就前面講這些追加的 要蓋廠的 要追加預算 我覺得很簡單 購電的全部砍掉 購煤的 找一個公正的第三者來積合 這些全部砍一半 核四還需要再蓋嗎 核四增加1000多億 對啊 核四還需要再蓋嗎 我現在擔心的是 核四一千多億弄完以後 國中大哥講過 蓋出來以後還說沒辦法用 因為有 核四不要追加 其實這次電價就不用找 對啊 而且已經 現在我們沒有核四 電都夠用 為什麼還要再蓋核四 蓋完核四以後 又不一定能用 對 等一下原委會說不能用 不是完全按照蔡英文講的嗎 核四不商轉嗎 與其不商轉 現在就停 也是省1000多億 侯妮 那這樣一年省多少 省兩三千億耶 那兩三千億我看 我跟各位講 十年不用漲電價 如果可以省兩三千億 憑什麼漲電價 小老師 注意看喔 這可是台電自己說的 核四現在最新是要3300億 還有沒有 還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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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儀 我要講 三千三百億是說蓋航 不代表能運轉 對 我們要先講清楚喔 是 為什麼要追加很簡單 蓋起來之後 以後收到錢要買回去 就買回去 大家想說是因為這個 需要這個才蓋起來 不是 蓋起來之後這個錢 要想辦法 要買之後 因為我們說 蓋價對台電來說不疼 他獨門生意啊 他怎麼把我們蓋 怎麼把我們蓋 蓋起來之後他有錢 他就撒黑白開了 因為 這個東西所有的追加 應該已經有民進黨理會來說了 甚至他們台電自己要求說 我們就親在邊 你給我刪一些 那 離譜到這個程度 我要說一條 我要來印證一下 像你台電 這個徐處長打電話進來 這是潘問人說的 對 說喔 變那個預算浮濫到說 要叫 台電 叫國民黨的 對 羅書人也在說 說拜託 國民黨跟民進黨立委 把他刪掉 刪多一點 說預算執行不完 我說這 完全 歐白來 我承認 許主長卡電話說 我們不是問說 為什麼同一批的煤 同樣的煤 分四標 然後有的貴22塊 一噸貴22塊的煤金 我怕全工去找人問 他說 沒有那個差22塊美金的 他說 叫台電 不怕拿出來看 他說 就算環保煤 有含流量 跟這個 一般的煤 含流量 這個有不一樣 你要看說 含流量差多少 對不對 為什麼要貴22塊美金 要有標準的 不是 你話說22塊美金 就貴22塊美金 你那個含流量跟 高低的那個 百分比是多少 要拿出來看 我們國際各樣看的 對嗎 我們全個都是騙局 但是 所有的問題出的到處 出的到處 出的到處 我們討論一下 你選前 你如果是含血含淚 含恨投票的 你現在就準備過 含血含淚 含恩的日子 這麼簡單 他們在喊我們也在喊 對啊 我說這些沒什麼難 剛才你說對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要觀察要什麼 除了他在立法院表決投票時 我覺得還要再增加一個 519、520 看這些立委會不會去上街頭 蔡委員你民進黨519不要去 叫這個人先去 你去哪裡 我的理論一樣 你跟這個人揪 剛才已經有名單出來了 拜託他們 你有一堆給他們 給他們帶一堆 給他們走前 對不對 你們吃飽 吃飽太飽 你跳 不是你們家媽媽 他們去靠去 沒有 我告訴你 像這些 如果要做罷免的話 要有組織性 要像國會監督聯盟一樣 他們做了什麼事 你都要記住 什麼為人民請願重要活動 沒有來參加 這個表決什麼案 到時候罷免才有正當性 我認為一樣一樣都要做 不然 他們這些人到頭上我們說的 到選舉進行還是什麼 補償很多 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最後我要講 台電 台電所有在編這個 我們請問一下 當時在編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內部有沒有送交行政院 先報到行政院就看 行政院院長你是在幹什麼的 今天我看一個新聞說什麼 行政院長話不上台電到 總共有的人 你覺得喊得動嗎 我覺得新聞出來說喊不動就是喊不動 你覺得他喊得動 陳政院長嗎 我問問這個人 抹股這麼強 到底是誰讓他抹股 我們再看一遍 這是台電的追加預算 蓋電廠追加的預算 只有核四追加一千零三十九億 追加六十一趴 成長六十一趴 這個是成長八十三趴 這成長八十一趴 成長十六趴 成長十九趴 成長十九趴 成長九十四趴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成長只有一趴 我們就不用去電梯 這是第二點 第二點 說台電現在 正在實施中的發電廠計劃 核四三千三百億 林口火力發電廠千五億 等等這樣加起來 現在進行的 九千一百六十三億 這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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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告訴你都沒有 還要再追加 對 不過我問大家 我們的八轉容量 就二十幾趴 現在是在蓋什麼外國的 沒主要 沒主要 不然電廠不要買 民營電廠那些不要買 我們就不用再蓋電梯了 等一下 我們開放給大家 先休息這廣告